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圈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个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把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把第一个针眼做好标记 大家看一下 针眼是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继续勾第二个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拉过来 然后把两个线圈拉线并在一起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一圈总共是勾六个短针 对应六个针眼 短针我们是用字母弗尔X来表示的 第一圈就是勾6X 好 大家看一下 六个短针对应六个针眼 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小的圆 那么我们用的是螺旋钩的一个针法 所以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进行引发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第二圈就可以了 第二圈我们勾六个夹针 首先呢我们就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第一个夹针 我们来勾一下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这个是针眼的部分 线尾横在一侧 勾在里面 我们先勾好第一个短针 同样的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再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等于是加了一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接下来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那么第二圈勾6个加针 短针加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符号V来表示 所以第二圈呢 就是6V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就会由第一圈的6个短针 变为12个短针 对应12个针眼 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6次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6次 我们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 勾上一针 第四针里面 勾上两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的四次全部勾好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隔开一针 加一针 那么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成 18个短针 对应18个针眼 好的 大家看一下 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最先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中间呢 是按照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法 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 再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 第二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针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接下来中间部分呢 是隔开两针 加一次针 重复勾五次 隔开两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这是第一次 那么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我们需要勾五次的 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四次 第五次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了五次了 勾好这五次之后呢 最后还剩下一个针眼 再单独勾上一个短针 那么这个短针 加上最开始的一个短针 搓在一起呢 也是两个短针 那么第四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先勾好三个短针 占据三个针眼 第一针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三个短针 然后呢 第四针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大家看一下 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 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五圈 勾好之后呢 就会变成三十个短针 对应三十个针眼 那么姐妹们一边勾 一边学着看这个钩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这图解 独自勾边一小部分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五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六圈 第六圈最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 是按照隔开四针加一针 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 再勾上两个单独的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勾上两个单独的短针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 这个是两个短针了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好勾好之后呢 中间部分就是隔开四针 加上一针 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 再单独勾上两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先隔开四针 这四针呢 占据四个针样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第一次就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勾后面的四次 第二次 第二次 一个加针 第三次 第三次 第五次 第五次 好勾好这五次之后呢 最终呢 还剩下两个针样 我们再单独勾上两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 加上最开始的两个短针 凑在一起呢 也是四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六圈就完成了 变成了36针 接下来 节目们就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第七圈 到第十二圈 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十二圈 现在呢 总共是有72针 对应72个针样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十三圈 第十三圈 我们不加针 不减针 还是勾着72针 但是呢 我们这针眼呢 发生变化了 我们不挑这个短针的针眼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挑这个短针针眼的后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前半针留着 不用管它 每一针 只挑后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继续勾短针 最好标节 挑后半针 勾短针 这一整圈 都是挑后半针 作为针眼的部分 前半针留下来 不用管它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十三圈 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只有这个第十三圈呢 我们是勾的这个后半针 前半针留着 接下来的第十四圈 到第十六圈呢 我们就是勾正常的 这个短针针眼了 不加针 不减针 还是勾72个短针 那么接下来 节目们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第十三圈 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正常的勾这个 第十四圈到第十六圈 不加针不减针 勾这72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呢 一直勾到第十六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勾到了 第十六圈了 这几圈都是 不加针不减针的 接下来 我们继续勾第十七圈 我们需要进行减针 第十七圈呢 首先我们先勾上 五个短针 一个减针 然后中间部分呢 我们是按照十个短针 一个简针的方法 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 再单独勾上五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主要是看一下 简针的方法 我们先勾上五个短针 第一针 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五个短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减针 我们看一下 简针的方法 首先挑起 第六针的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再挑起 第七针的前半针 勾针同时穿过 这两个线圈 勾住线 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就是一个简针 五个短针 一个简针 中间部分呢 是按照十个短针 一个简针 重复勾五次 我们来勾一下 十个短针 也就是隔开十针 减一次针 重复勾五次 最后呢 再单独勾上五个短针 好 大家看一下 勾好十个短针了 我们再看点减针 挑起一个前半针 再挑起一个前半针 勾针勾入线 拉过来 并针 这就是一个简针 十个短针 一个简针 我们需要勾五次 那么短针减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forA来表示的 以后呢 再看到字母forA 就这样来勾就可以了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来剪针 首先挑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再挑起一个前半针 勾针勾入线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并针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简约友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十七圈 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看到图结部分 把后面的第十八圈 第十八圈到第二十八圈 全部勾好 我把图结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结来勾一下